鄉親大家好 我是鄭苗鴻陳教授 我是一個電機博士 我是台灣國立黨的主席 今天我有準備一個第二的主題 這個第二的主題是 中共習政權 江島的必然性 中共習政權 習近平政權一定得到 為什麼一定得到 我拿八重例 中共的習近平政權一定得到 它是怎麼得到 中共習政權 江島的必然性 我有列出八個理由 就是今天我所要講的 中國要幫了 我們台灣人也只有體育金 中國要幫了 中共習政權 江島的必然性 我提出八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 美中貿易談判 習近平他們這裡硬幹 真的硬幹 他們沒有搞清楚 他們真的 我就說習近平他拿到那個博士 那個博士進哪裡混來的 人家幫他寫的博士論文 真的是我搞不清楚 他們一直認為中國很強大 還甚至於在今年寫出 反正 我第一點就是說 美中貿易談判 美國已經回不來了 沒有要幫你收拾 所以說 你運氣 不行 你要去看看 你們的貿易 你們的外銷 百分之八十到美國去 老闆沒要買東西 你們家就準備拐問 第一點 第二點 美國的認知已結醒 美國人 過去 通過 改善你們的生活 讓你們經濟結構 甚至政治結構 改變 但是 美中貿易談判的過程裡面 他們發現 不對 反正 反正 不對 挑白 要做老大 而且 你所定出來的世界規則 根本 完全 完全 說出沒關係 定出來的世界規則 叫做山寨 隨地大小便 甚至於 完全沒有智慧財產 所以美國的認知已結醒 這是我說的第二點 美國 因為蘇聯的垮台 中國的戰略地位已經消失 現在 美國認知已結醒 中國 你變成 美國的 戰略對手 排名第一名 蘇聯 退機第二 這是我說的 第二點 第三點 中國 請你參考一下蘇聯的倒台 蘇聯的倒台 你查維基百科 有八 有七點 維基百科寫得很清楚 有七點 這七點 藉在中國目前的經營 完全都吻合了 那七點 第一 改革失敗 領導失職 改革失敗 第二 經濟要崩潰 中國的經濟要崩潰 第三點 非俄羅斯民族 被俄羅斯化 所以說經常遭到奴隸和屠殺 所以說他們起來 非俄羅斯民族起來要革命 像新疆 西藏 內蒙古 一樣 而且南部的 甚至於四川 他們都一樣 這個 非俄羅斯的民族 被俄羅斯民族 俄羅斯化 不爽 人要革命 就是 執政黨腐敗 中國共產黨真的是腐敗 第五 蘇聯 那時候 美國雷根總統 那時候在做 軍備競賽 尤其是外太空的軍備競賽 搞得他國家 一窮二白 經濟崩潰 第五點 第六點 各家問國 要求獨立 世宗問國 我台灣要獨立 第七點 一個學者叫布里辛斯基 美國所主導的經濟 政治 宗教等等的意識觀念 升值蘇聯的人心 這經濟 政治 宗教 美國的自由思想 也影響到中共 所以說 以上 蘇聯崩盤 七個理由 中國全部都套上去 所以說 我要講 中共習政權 江島 必島 江島 的必然性 我要說七點 現在說到第三點 參考蘇聯的倒台 都有說到 第四點 這點 聽得好 美國如果堅持 中共要開放 互聯網 中共一定滅亡 現在中共 所有的五毛 要翻牆出來 跟我們吵架 他們都是要翻牆 長城 或是網軍 官派的網軍 他們就可以直接出來了 中國的互聯網 是屏蔽的 甚至於Google要打三四十顆衛星 要打到外太工具 讓中國免費上網 我跟你講 這個 這次的美中貿易談判 現在美國所要求的條件 有一條 要求中國 開放互聯網 中國 你如果開放互聯網 就是我們說的 吹毛W 上網 互聯網 我們所有的成員網 網路 在中國 網路 你只要打電 扣電 TW 完全是 完全是 沒辦法屏蔽 完全是被屏蔽掉的 而且所有 西方所有的工廠 進入中國 它要跟母公司 國外的母公司 德國 日本 美國 跨國 母公司 互動聯絡的時候 全部被中國的 長城屏蔽 長城屏蔽 所以說 他們沒辦法 所以它互聯網 整個被關注了 鎖住了 整個中國 是一個人間的戀疫 他們的網路 是被屏蔽的 所以說 美國 如果要求中國 開放互聯網的話 中國一定亡國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我跟妳講 阿拉伯之村 就是標準 透過網路 LINE Twitter Facebook 互相傳遞 串聯革命起來了 中國 現在 看 中國那塊土地 現在 看習近平 不爽的 比看習近平爽的 還多 不相信 你就玩家繼續看 所以說 美國要求中國 在美中貿易談判裡面 開放 開放 互聯網 中國 一定到 中國一定到 好 第五 中國所有內部的抗爭 都是沒有能力改善的經濟問題 什麼叫做沒有能力改善的經濟問題 好啦 中國的一分子現在在美國 發起了 已經發起第三次革命 第一次革命叫做五一共振 五一就是五一勞動節 是五一長假 他要發起五一共振 請大家到火車站那邊去集結 集結幹什麼 集結召喚 結果五一共振不見了 沒有成功 第一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呢 算是 六一九 六月十號 六月十號 從山東發起的貨卡車司機 全面罷工 全國罷工 這是經濟問題 後面這兩次失敗 都是經濟問題 恰好 六月十號的山東發起的全國貨卡車司機 一罷工 他們為什麼罷工 因為 他們一個月薪水 六千塊人民幣 最東信代幣三萬塊 但是 這個水 那個水 這個水 那個水 扣到 他們無以為之 你要知道貨卡車司機 在中國的貨卡車司機 他可能 把瀋陽東北的大白菜 印到四川去 你看他在高速公路上面要遭三明三明 他們都是長期在外面飄破 你無法給他拿著好薪水 養家活口 沒有大金 高速公路 他們這樣算 要達到break even point 要超過break even point 要超過選意平均點 就是要賺到錢的話只有靠超债 靠超债的話 所有的高速公路 這裡給你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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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三年攔之後 在江蘇給你攔 江蘇攔之後 一路開到四川去 不然要拿四五條法庭 大家要發 發到 沒辦法生活 這就是經濟問題 貨卡車司機全面罷工 貨卡車司機 我前前禮拜有說 貨卡車司機全面罷工的話 所有加油站的油 還有燃料 全部沒辦法到位 我們四人 聽說人體的血管 當被阻塞的時候 我們四人 6月10號 山東的花旗的全國貨卡車司機的罷工 來 第三次革命 我現在說第三次革命 6月19號 江蘇正江的 的 的 威權老兵 他們這些老兵啊 跟我們台灣的 我們台灣現在在亂的 這個八百壯士 一樣 他們的威權老兵 他們的威權老兵 因為中國貪 中國習近平正前現在貪污腐敗 貪污腐敗到什麼程度呢 他把老兵的權益 分成兩端來實施 某些部分由中央來發 某些權利 某些錢 某些 照顧 由台灣來發 那台灣就要破散了 所以說不在意 所以說 你要求我台灣政府分攤的 老兵的維持權益 維持權益 他沒辦法 所以說江蘇正江 6月19號 江蘇正江的老兵 23個 要求江蘇正江的市政府 發給他 他那個 比如說公保 勞保 退付金 退休金 200塊300塊 拿不出來 發不出來 發不出來 親自政府在市政府前 把他抗議 抗議的時候 市政府去選便衣 出來爽把牌抗 撈一下 他們只為前老兵 維持其生命權 維持其生命權 向全國發出信號 透过WeChat QQ发出信号 动员全国的老兵 包括东北、内蒙古、四川 所有老兵全部晚江苏、正江集中 6月19号到现在已经是7月初了 现在到底 因为我在网路上面 这个消息被通锁 听说有5万人、10万人全部7月 7月以后解换金已经把全城围住了 2万兵甚至于坦克全部都出去了 我有听人 我在网路上一直搜寻这个消息 但是YouTube还有人家丢出来的 我所订阅的所有的国际的新闻报导 没有再提了 但是我们国来的网路有人打出来 打出来说里面江苏、正江的危险老兵被展开大屠杀 死伤至少上千人、上万人 哇夭壽啊 这条,因为我今天出来了 我去查江苏、正江危险老兵 目前的阵营怎么办 25号我是听他们讲 我看到上面有发布 有八个解换金被打死 江苏、正江的危险老兵 因为维稳部队 武警的维稳部队进去 死了八个 所以说 中国东西南北中的东部战区 江苏、正江苏、东部战区的战区司令 秦卫江下令逮捕江苏、正江的市委书记、公安局长以及市长 我整个星期就说到这里 但是继续下去 但是秦卫江他也把问题推 他说 请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的所有的危险老兵 我给你讲 现在打你的是薪金 大家全部到北京革命 我在我的YouTube上面我会看到 所以说我上礼拜也有讲 所以说中国现在的各种抗争 都是没办法解决的经济问题 什么叫没办法解决呢 我这块大饼 我这块大饼一百分一百十分的大饼 现在我自己吃了八分 我如果缺我自己的份给你们危险老兵的话 那我就少拿了 对不对 这块大饼嘛 大家奔嘛 你们现在奔着的人 这个农人工人这个老兵是政府最暖的一块肉 这不吃了对不起自己 所以说这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 国家人有钱什么都没办法解决 国家人没钱你什么都不用说 这6月10号的山东的霍卡斯基全国罢工 以及6月19号的危险老兵 都是国家没钱经济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的 这是无法办法解决的 6.美国已经标示了要提还中共 美国就是说我现在要提还你中共的五项军事威胁 第一桌际飞弹 第二桌际第三潜舰 第四网路战 第五卫星战 我成立卫星 反正美国已经有决心 在含中国一个事业 所以说他已经把它标示出来 要小心桌际导弹 桌际导弹的是火箭金 中共的火箭金二炮 再来桌际 桌际是什么 那这个我第三个主题来讲 我第三个主题来讲 我的意思说 美国已经标示了五个中共的军事威胁 第一桌际导弹 第二水雷 第三潜舰 第四网路战 第五卫星战 好 第七 美国对中共五项军事威胁 好好的要进照你看 第六点 第七点 我现在讲的是习近平毕岛的 习近平政权毕岛的必然性 江岛的必然性 第七点 第七点 习近平你国内外宿敌太多了 习近平过去十九大以前 他透过王岐山 速杀一级 薄熙来 黄鸿灰 所有的江派势力 全部杀得刚刚进进 现在台下 荒浅全部倒台 他国内是这样子 国外也是一样 国外他弄得南海 东海 新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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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都要兵打 所以说 只要有一个地方有状况 所有的问题全部都一起出来 也被这样 中国 全团要打台湾 中共没有能力武力换台 为什么 中共它自己 内部 维稳的议算 都超过国外议算 内部的问题 你超过外部的问题 其实 以外分析 中共宣传党台湾 他只不过 在唱和台湾岛上 这些中华民国人 这些中国人 这些中国人 因为 台湾和平洋太富庶了 难得 这些台湾和平洋 有中国人 中华民国人 在这个桌上 在这里摇巴擦 擦说要回归 要统一 只有统一才有希望 只有统一才有希望 那全家就得了 全家便利商店就不要玩了 你说的 所以说 现在 中共 中共 在玩统一 什么宣传要打台湾 它只不过在银河 银河 银河 岛上 中华民国人 唱和统一 他说 台湾 平洋 这些富庶 不吃白不吃 那怎么办 其实如果要武力换台 他像顶当 随便的顶动 我跟您讲 他内部的问题 加外部的问题 我跟您讲 内部 看习近平不爽的 比看习近平爽的人还多 小小一个6月19号的江苏正江的老兵维权 东部战区的司令 竟然喊出东西南秦卫江东部战区的司令 七大军区改成五大战区 东西南北中的东部战区的司令 秦卫江 竟然喊 马上喊出 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的所有的军 所有的那个军人 全部去革命 到北京去革命去了 所以说 以上 是我分析八点 八点 八点 中共习政权将导的必然性 这是我今天讲的八点 中共习政权将导的必然性 以上 你们看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 非常有系统的 可能今天或是明天 会在明报看出来 所以说各位 你们到明报 打真秒红三个字 你们就会发现我讲的第二个主题 一雄 德虾 罗兰奥 好 谢谢 你 你要不要 听到 你 要 你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